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香港跟赵世增一样喜欢自定车牌的人不在少数 自2006年来香港运输署已经拍卖了超过四万块个人化车牌 地价从六百四十美元约一万九千八百台币左右开始 到上百万美元将近千万台币 只要喜欢就会有人竞标 2021年就有人花了超过三百三十万美元将近一亿新台币 买了一块只有一个字母W的车牌 而在日前的拍卖会上也出现不少有趣的车牌 像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英文名字的车牌 就拍出四点二万台币 近期超红的日剧初恋 First Love则以十六点八万台币被拍出 而全场最高成交价的是一块EHH三个位数的车牌 高达四十四万台币 当天的总成交价将近一千万台币 为港府带来可观收入 自定车牌也在网路掀起话题 甚至有人拿来编割 还有人架设网站 搜集民众捕捉到的自定车牌照片 让用户随机把选出的文字 拼成一首诗大玩创意 华人新闻综合报道